KIKI'S DRIVE THROUGH Hello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KIKI'S DRIVE THROUGH GAME TIME 今天我們要來玩一點不一樣的 我們知道這個週末就是F1的西班牙大賽 這一次我要為大家送上西班牙大賽的VIRTUAL的賽道瀏覽 今天我們要玩的遊戲就是EA Games的F1 2021年 那這個遊戲我們就可以直接在我們的XBOX GAME PASS ULTIMATE上 就直接可以下載然後玩這個F1 2021 So let's get started OK 這個週末的F1即將回到歐洲來到了西班牙 西班牙的Barcelona 這條賽道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Sequit de Barcelona Catalonia 那這條賽道其實對很多車手們來講 都是他們非常熟悉的一條賽道 因為他們在每一年的冬季測試 都會回到Catalonia來做測試 而且這條賽道對許多車手們來講 他們都非常喜歡回到這裡 因為這邊又有高速然後又有低速 OK 所以來到了西班牙 這條賽道是Sequit de Barcelona Catalonia 那這裡總長有4.655公里 而總共有16個彎道 那在這邊會有兩個DRS zone 這邊的最大的特色當然就是它的這個大支道 它的這個大支道非常的長 而且在這條大支道上 這個Topspeed可以達到320公里per hour OK 所以在這個大支道是非常快的 而且是非常關鍵的 那來到這邊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其實是它在後面的最後一個sector 因為這個後面的這個賽段呢 其實也是F1賽季中呢 最慢的一個賽段之一 那我們現在呢 Kiki就要為大家做一圈的單圈 也帶大家稍微來看一下呢 Sequit de Barcelona Catalonia 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不過呢 我要在這裡提醒大家 這個呢只是 這個單圈呢只是給大家做參考的OK 我不是我們的這個遊戲裡面的這個車的設定 也是就是一般的設定而已 然後呢 我們主要呢就是 來看看這條賽道的特性而已 所以 It's just for fun OK So let's get started OK 我們準備出最後一個彎 回到大支道 開始呢 我們新的一圈 西班牙的賽道呢 這邊的大支道非常的長 所以呢 它是全油門 然後呢 來到T1之前 中砂晚砂經過T1 然後呢 含著油門經過2跟3號彎 出了3號彎呢 可以稍微的全油門 然後呢 中砂經過這個是T4的右手彎 然後呢 準備下坡經過呢 T5 OK 來到這裡呢 是第二個DRS Zone 剛好呢 是在最後一個賽段之前 那這個賽段呢 Sector 3 呢 是整個賽道裡呢 最慢的一部分 剛好呢 也是整個F1賽季裡會遇到的最慢的賽段之一 所以呢 車手們在這邊呢 要抓好這裡的節奏 因為呢 這裡非常的慢 不過呢 一出這裡最後這兩個彎呢 馬上就有一個DRS 然後呢 出最後16號彎 回到大支道 所以呢 在這裡呢 車手們要把握好這裡的DRS 才能保住他們的這個速度跟位置 不然 在這邊 它們就很容易被操掉了 OK 那這就是呢 我們這一次 F1西班牙戰 Suki de Barcelona Catalonia 的賽道瀏覽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一次的Kiki's Drive-Thru Game Time 見了 拜拜